受本港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影响,部分发展商减慢推出全新楼盘以及家推步伐。业内人士估计,本月一手盘料只有约1200至1300宗成交,比上月回落约10%。本月以来开售的新盘主要来自茶果嶺Coco Hills。 日出康城C2Sky,屯门与海湾,中原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预期,本月一手成交可录1200宗。由于第三波疫情较严峻,此销售数字反应算已是非常不俗。 疫情之下,商业活动及看楼活动难免受影响,但他认为在全球量化宽松及低息环境下,市民资业信心不变,商品持续受追捧,尿成交量或会减少30%,但楼价依然反复向上。 另一代理行,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布小明认为,疫情下市民置业需求未减,加上中美局势升温,买家入市意欲未见大受影响。 尿本月一手成交6月1300宗。事实上,随着疫情于4月底一度缓和,5月发展商狂推新盘,令5月一手盘成交量約2100宗。 亦是今年以来一手表现最佳的月份。然而,6月纵然有大型新盘日出康城C2Sky推售,带动入票数达1.2万票,为全月一手成交形回落至1400多宗。 按月下跌如30%,反映疫情持续及中美关系紧张。本港经济环境难以短期内复苏。发展商却以高价开盘。市民入市意欲其实已相对变得审慎。 感谢观看。